我仅仅只想恢复生山西牛的中华鳖种群 想不到金门山螃蟹横插一脚 这个困境就离谱了 兄弟们今天是恢复西牛水生物种的第28个月 上次山螃蟹当着我的面 把放牛的小中华鳖苗捉住吃了 那方面我自己难忘 作为一个放牛时长快两年半的小伙 我绝对使出绝招 以欺人之道环制欺人之身 没办法必须得使用超能力的 十元一只的大个头中华鳖种苗来了 瞧瞧这个头光看样子就给到我十足的信心 过水方式还是那样子 先消毒 然后把它们放到户外小溪 用牛肉的三泉水过水十天 目前这种处理方式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 不易十秒 瞧过水十天后的样子活力多好 见面就开干 今天还是来第四条小西放牛 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过水 毕竟爬山近两个小时 桶里水温早就上来了 这次的放牛计划很简单 沿着上次放牛的终点一直往上游走 只要发现大水潭 同时周围还有细沙的 类似这种地方就放中华鳖 大家看我说的没错吧 这条犀牛山胞蟹简直到了泛淡的地步 更可恨的是他们此时的行为 狠狠的刺动了单身汪的神经 新山的我始终还是下不了手 刚刚说的以其人之道环制其人之身 道理很简单 就是体型力量压制对方 同样是上次那一幕 大家看看 这回中华鳖的表现如何 今天这中华鳖客场作战 完全拿捏住了山胞蟹 不服就干猛的一批 现在我寻找的心算是放下来了 接下来可以安安心心放牛了 哇 这溜的好快啊 这个水潭哇 全部都去杀 我们可以放几尾啊 兄弟们 这螃蟹不是一般的多 一只两只啊 然后这边三只螃蟹太多了 看样子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了 你强我比的更强 这中华鳖这么大的个头 尿到一两只螃蟹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跑的好快啊 看这螃蟹啊 这真是离谱了这螃蟹 你看我手啊 这螃蟹都有手这么大 这山螃蟹简直太多了 我现在都有点盼 你看这个对比一下啊 我这个甲鱼已经够大了 哪知道它这个越往上游走啊 这个山螃蟹越大 兄弟们看一下 这上游上去基本上都是这种蟹沙 这种蟹沙是特别适合中华鳖的 从上游冲下来很多这种椰果 看起来好像五花果 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 这应该是五花果吧 你看我身后有个很深的水潭 哇这环境好 在这里可以放个极尾中华鳖 好 我们一路向上游走了一公里多 中途发现了很多水潭 到处都是细沙 感觉这都是娘生为中华鳖打造的生存环境 基本上每个水潭都放了两只三只 现在也差不多快放完了 但这条犀牛到底有多深啊 看样子只能下次再继续探索了 还是希望它们能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季 好